我不知道要再多少次 先倒多一点 我怕失败了 倒多了吧 再一点 好神奇啊 好神奇啊 好神奇 完了我泥成汤圆了 就是 不理解 我不理解 腾讯视频圈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int1林默 好像应该挺简单的吧 不知道刚刚好吗 有点难 挺简单的吧 看一下 哇好大一个那个糖的味道 真的会成功吗 哦原来这是那个米饭的那个 它那么色有一点点干 超手还是小面 超手的小面 超手的 拍照还是拍视频 拍照 这样可以了吗 不可以 这个直接倒进去 对 需要铺平吗 需要拿个小勺搅一下 吃完玩具 真厉害 真厉害 它真的变成黄色了 唱跳还是音乐剧 唱跳音乐剧 最近有没有长胖 不知道 应该有长胖一两斤吧 还有没有再追一件 没有了 因为 我买了一条新的 我怎么感觉我水价多了 水价多了 很容易 不是 一只 是 没有 没有 有 没有 没有 那是 它应该是这样 看来一点 这还有鱼籽酱 应该这个蛮神奇的 橙色的放在第一 要加水 加多少水了 我知道加多少水 它应该是那种 就是可以变成一颗小珠子的那种 我们再加多少水 先倒多一点 好怕失败 多多了吧 再一点 还想去哪些地方旅游 想去新疆 为什么 失败了 因为新疆好像旅游的时候 就是会那边水果会很便宜 所以哪里新疆 好神奇啊 它凝固在里面 好神奇啊 应该可以了 这个是米饭 然后要好像捏一个 我先尝一下 这个味道 甜的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 神奇 我不知道怎么捏 黏不到一块 完了我捏成汤圆了 完了 巴黎Q了 说出三个2022年的小目标 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一切顺利 诶 好吧 再来一点 金枪 诶还挺像 还挺像 最后的最后 再来点鱼子酱 就成功了 马上就成功了 马上就成功了 鱼子酱出来了 哇 真的是鱼子酱 哇 我来尝一尝这个 它这个真的很像 很像一坨肉 这是糖 嗯 还可以 很有意思啊 这个 很有意思 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鱼子的这个 你看看 嗯 它这个也爆浆的 嗯 还可以 挺好玩的 这是你在 int1里过的第一个生日 也是二字开头的第一个生日 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 对我来说 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今天 做了两次直播 现在很多打工人普遍都有点设口 你有什么小妙招 可以让大家变得自信起来吗 自信起来 你在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人在背后叫你 然后就 就回头看一下 就那种姿势可以用一下 因为我经常就用这样的姿势 像这样吗 自制洞梨的后续是什么 味道如何 洞梨非常好吃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 放在冷藏室 然后动硬了之后 放在冷藏室 然后冷藏室冷藏室 冷藏室冷藏室 冷藏室 就这么来回的动 我动了五次吧 五次还是四次 然后最后它就变得黑漆漆的 那个洞梨解冻了之后呢 你就撕开一个皮 然后像吸它里面那个汁 绝了 最近还有在看都挺好吗 看完了 都挺好早就看完了 都挺好 那个都挺好 好让我看完了 挺好看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还有在追别的剧吗 没有 最近看电影会比较多吧 看那个我们俩就是一个 关于一个在北京读书的一个女孩子 去到一个老婆婆家租房的一个故事 在我老婆婆家租房的一个故事 从你的摄影作品来看 还有你的发言来看 其实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有考虑过之后尝试导演啊 策划之类的幕后工作吗 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了 但是我还蛮就是蛮想干这种幕后的这种 我感觉还挺酷的吧 反正我还是挺喜欢的 有机会的话尝试尝试吧 那你是怎么理解临默式情绪的了 临默式情绪 可能我比较活泼开脑吧 就是 不理解 我不理解 那目前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是这样的 差不多都是这样吧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会有的一个愿望吧 解决一下 如果上面更多多的阶段 有证据 的话 那 Опき想要多重 44 安全抑制